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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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收购 大家好 我是蓝透 现在这场大脑的第二季正在热播 每个人的头脑在不同的领域 都会有一季之长 那么你觉得你的头脑 在哪方面比较擅长呢 这一季的主题就是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 激烈于我们参与互动 好的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也留给大家了啊 头脑在哪个方面最擅长 静心觉得你的头脑 在哪个方面最擅长 在就是主持节目的时候 购物购物 你洗衣服的时候 购物购物 好 一起来聊一聊一起互动一下 当然不要忘记下载非常好玩的 手机APP综艺摇摇乐 在屏幕下方出现手机标识的时候 您就可以拼命的摇手机 这样就可以赢取金币换取奖品了 综艺第二条今晚第一条 咱们来聊一条图片新闻 家住在徐州的萧女士 是一位家庭主妇 丈夫开公司 家里条件还算不错啊 这个单独上二胎的这样一个政策 开放以后呢 自己的这个独生女儿 也已经上学了 觉得丈夫跟老婆都有时间也有精力 就准备再要一个孩子 那么丈夫呢 跟妻子俩人备孕了一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功怀孕了 其实一切看起来都水到渠成 就怀二胎嘛 对吧 但是其实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家里意见最大的 是自己13岁的女儿吻吻 这个萧女士自己也说了 得知自己怀孕之后 整个的这个女儿的生活就完全被打乱 女儿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每天呢 这个要么就是生气 要么就是哭闹 说自己坚决不要弟弟妹妹 如果你们要真正敢生的话 我就跳楼给你们看 哦 然后呢 一开始呢 大家以为呢 这个文文只是说着玩啊 吓唬吓唬家人 结果慢慢的发现 这个萧女士怀孕时间越来越久 这个文文的脾气就越来越大 首先在家里面乱扔东西 然后其次一点呢 这个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也不认真听讲 最近一个月呢 文文也是吵着闹着要自杀 而且萧女士在来到文文的房间的时候 发现在她的房间有刀片 而且在女儿的身上还看到了几条刀痕 哦 肆虐吗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态势下 萧女士不得不和自己的丈夫到医院去做堕胎生疏 本来啊 生二胎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 对吧 多一个孩子家里氛围也会更加热闹一些 而且一个孩子也不再那么孤单了 但是偏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准备生二胎的这样的人身上 没想到老大的意见会这么大 反应非常强烈 对 这个事情是这样 文文有这个情绪啊 很正常 因为说实话在座的可能各位都是独生子女吧 应该我们在座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其实也体会过那种做独生子女的感觉 就是不想跟别人去分享父母给我们自己的爱 但是你要想清楚你这个分享跟你要去抢你的爱的人是谁 那个是你的最亲的人 可能是你的亲弟弟 可能是你的亲妹妹 如果你连这样的爱都不想去散给别人的话 那你以后到社会上你几个是最自私的那一类人吗 对吧 你这种是很极端的思想 我觉得做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跟他自己说的教育 包括他父母给他灌出的思想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跟父母有关系 对我觉得提到父母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存在最大问题的就是因为是他们的父母教育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个孩子他13岁而已 他做事能有这么凛冽的风格 那肯定是跟家长平时对待他的这种这种方式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在家就非常溺爱 冲 对 所有东西都给他 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这样就让他觉得他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了 摘一下月亮送给你 摘一下太阳送给你 对 突然有一个人要过来分享他的这个族权了 霸权了 他肯定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 他会有一种落差 原来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现在突然出来一个小孩子 所以在这块的话 我觉得父母的话也要对他进行领导不是吗 对吧 要告诉他 我们虽然会有你会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对吧 但是我爸爸妈对你这份爱不会变的对吧 不会减少的让他去打消这个顾虑 但我觉得恰恰相反 因为全场应该只有我做母亲对吧 然后我觉得对孩子的这种理解 孩子应该是你先给予他了之后他才会懂得分享 我现在认为可能这个父母平常对于自己的女儿给予的爱不够多 所以孩子内心才会产生这种孤独感 他怕再来一个人再去分享他那个谨慎的那么一点点爱 也许他的父母是工作忙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可能很疏忽跟自己女儿沟通了 所以我觉得因为孩子是没有得到的时候 他才去不晓得去分享 谁说疑孕傻三年你的智商回来了 真的吗 而且情商还蛮高 对对很有道理 其实说实话像这样的新闻啊 就是孩子反对爸妈生二胎的 我之前听到过很多 比如说09年的时候 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就是的 听说他妈妈怀孕了要生二胎 直接就写遗书了 就是我不要活了 然后13年的时候也是一个9岁的南京的小女孩 也是他听他奶奶要逼他妈妈说要让他生二胎 直接就是爷爷说我不想活下去了 就是也想要有这种自杀的行为 还有在14年的时候 你刚才前两个年纪比较小 1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已经17岁了 按道理已经接近成年了 但因为听他妈妈要生二胎 学都上不下去就患上焦虑症了 所以听完你这个说法之后 总结一点就是 生二胎要趁早呢 你还恢复得好 不是 正在你老大还没有那么强烈意识的时候 你就完成这个任务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其实他不是一个家庭的个例 就是很多家庭可能都会面对这个困难 其实静心这个是从实战出发 宝宝之间差个四五岁 对 他会觉得有个小弟弟小妹妹 好快啊 好开心 其实这个二胎政策开放以后 说法言论看法各之一词 很多人觉得放开政策了 两家呢 有的时候夫妻之间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照看的比较多 或者是倾向于哪个家庭 多一点 现在两个孩子了 可以把爱去平均的分享 对 但是啊 话说回来了 有很多会像这个萧女士家庭 像文文这样的孩子 觉得自己的爱被人家剥夺了 仅剩的一点点关怀 也被磨灭了 这样的问题 比比皆是 在座各位啊 应该都是独人尊女 那如果说 给各位这样一个成家立业的机会之后 不是你们一定会成家立业的 一定会的好吗 张连很可怕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升二胎 你们会选择升二胎 升不升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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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事 我觉得要从大家的观点去看 其实我也做过一个 看过一个报道 英国人去调查过 说如果你们家里面 如果有老大和这个小二子的话 弟弟或者妹妹 大部分的情况下 会比哥哥做得更好一点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们家经常会听到说 你看看这比邻居 谁哥哥怎么怎么样多好 你要先来学习啊 你要把他做一个榜样 弟弟就会永远有目标 就要去超越前面的哥哥也好 包括哥哥妈妈长大之后 会给弟弟更多的爱 他等于说不只有两个爸 不只有爸爸妈妈给他爱 还有一个 一个类似于长辈的 这样的一个人 去给你的爱 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呢 其实孩子如果在家里面 你给他添一个伴的话 他其实有目标 也有更多沟通的人 也有同辈可以倾诉的人 他不感到孤独 这样我觉得在以后 你步入社会的时候 你就会更早地提前地知道 如何分享东西 对 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升二胎 因为那很多人可能 你赚着一份微薄的薪水 养一胎已经是非常吃力了 你在养二胎 那你的所有的钱啊 什么又要被稀释一份 可能你没有办法 给两个孩子更好的生活 那与其这样 我两个都这样散拉拉养着 不如集中一个更好的东西 全部都给独生子女 我给他吃最好的喝 最好的受最好的教育 然后就把他送出国 这样给他一个非常完满的人 是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呢 其实呢 生一个有一个的好处 生多个有多个的好处 现在更多的家长是会考虑到 就像刚才丹丹讲的一样 就是我再生一个孩子 我的压力会不会很大 因为比如说家庭条件允许 这个没有问题 像我有的朋友 他就是家庭条件允许 生第二个 而且过得很开心 因为孩子他现在这种 思维没有打开 有可能来一个小弟弟的话 他会更加开心 或者一个小妹妹的话 他会更加开心 但是很有可能是 这个家庭的压力 会是爸爸妈妈要考虑 来了一个大小孩 马上上学了 我再生个小孩子 奶粉啊 多一份的花销 这个会受不了 但是呢 多生孩子 也有多生孩子的这个优势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以前生好多小孩 带小孩 对吧 老大你吃不吃不吃 那老二吃 老三吃老四吃老五吃 红个头来问 老大吃不吃 老大说还不吃 老二吃老三吃老四吃老五吃 老大说爸爸我要吃了 没有了 以后他不就自己吃了吗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中国现在 偏向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在这样放开二台政策之后呢 还给了很多独生子女 宽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对于这样一个空间 就像刚才各位嘉宾说 首先来说 你的家庭准备好了没有 你的精力准备好了没有 你的这个体力准备好了没有 真的 带孩子 是吧 不是那么简单的 包括将来给孩子的教育 给他们的这个思想方面的 灌输和培养 所以说还是三四而后行 根据自己的这个水平和自己的能力 去看是否在有这个二台 不要为了一意不醒 人家是龙龙胎 我们也是盲目的去追求 好不好 好了 终于这条条 今晚下一条 除夕马上就要到了 各位想好除夕的年夜饭吃什么的吗 据说啊 在宝岛台湾出现了一种新奇的吃法 叫做鳄鱼宴 十八道菜都是由鳄鱼制作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 九层塔 江片 快炒鳄鱼肉 啥锅准备好 鳄鱼就能上桌 这些菜看起来美味 但菜单上十八道菜全部摆上桌 要开动实在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海鲜 鱼制羹 上面漂浮的是一只只的鳄鱼饺 最可怕的是一整个鳄鱼头 炖煮熬汤 这一道菜叫人生险恶 有配菜 有煮菜 满满一桌 真的很澎湃 主角就是一只鳄鱼 从头到脚 从皮到肉 做出了十八种花样 变身创意年夜饭 不用鸡鸭鹅 不用鱼肉牛肉 鳄鱼也能入菜 虽然看起来金项指数比较高 但尝起来味道如何 顾客一碗接一碗就知道 店家说年夜饭开店一星期 就有八十组订单涌入 一个部分 相当的有嚼劲 在弹性 就有嚼人蛋白 海新餐厅主推鳄鱼年夜饭 原因在于鳄鱼肉量低 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 只不过餐桌上摆着鳄鱼头 鳄鱼长 鳄鱼皮 腰痛筷子恐怕也有点胆量 我有个问题 鳄鱼到底能不能吃 养殖的可以 人工养殖的可以 人工养殖 比如说养子饿 保护动物 这不行 千万不能吃 对吧 但即使是 即便是养殖的 说实话 我跟响哥都是东北人 对 我不敢 你敢了 东北人说吃东西狠狠的 我不敢 我也不敢吃肉 就是这样 其实我吃的东西还挺少的 特别像鳄鱼那种 看你像恐龙一样的东西 你怎么吃它呢 对啊 他总是觉得鳄鱼会把它吃掉 对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问一下做美食出身的丹丹 我吃过鳄鱼 是吗 还蛮好吃的 但我吃的那个就是一盘 就是他已经把它红烧了 它叫鳄鱼肉 对 烧蒜头 还蛮好吃的 但是你说如果一桌子都是鳄鱼 而且最奇葩的是 中间有一个鳄鱼头一直坐在那边 就像牛头 或者说是什么剁椒鱼头一样 当个主菜 我们比如说一大家人坐在圆桌上面 然后这个头不停地看着你 然后眼球看着你 不过啊 而且他还张着 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是否安全这个鳄鱼 对 但你们刚刚都说是人工养殖 那他应该跟比如说猪肉啊牛肉 我觉得他这种安全可能是在说寄生虫的那种 对 因为他这种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检测的标准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胜剧 就是说动物 就特别是种野生动物 他跟这个人类共同患有的这种疾病啊寄生虫 可能就有一百多种 更何况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病毒跟寄生虫 你想看你吃下去 而且这些东西是煮不烂的 蒸不透的 也就是说烹饪的方法 你可能都解决不了安全的问题 所以反正我是不敢吃 但其实我去想 他吃这个鳄鱼咽的人 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对吧 我请你 假如我今天说来 我到我家来吃饭 火锅 你们都吃过 对吧 那家长菜你们也都吃过 好嘛 我今天来请你们吃鳄鱼咽 嗯 这个什么 这个有面子 你们可能都没吃过 对啊 他要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 我要的是我请的人 或者我的亲戚也好 我的朋友也好 你看我 我请你们真的是 吃的是新独特的东西 新奇特的东西 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鳄鱼肉还真的蛮贵的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问题 这毕竟是年夜饭 对吧 其乐融融的大家坐起来 去分享每一道不同的菜肴 这才叫年夜饭 对 这个氛围 你这十八道好吧 全是鳄鱼 这个和年味就完全不搭了 你是新奇 你平时吃OK啊 但是年夜饭吃的是一种氛围 吃的是一种蜻蜓 这个东西冷冰冰的 一种蜻蜓感都没有 现在还有很多西餐厅也推出年夜饭 你比如说你在中国过年的时候 你吃吃别的国家 比如说过圣诞节的时候的大餐 感受别人 因为现在很多外国人也过中国的年 对吧 吃中国的饺子 我们过年的时候吃西方的东西 外国的火鸡 也可以 对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新的形式 不要搞得那么恐怖 打鳄鱼头在上面 其实至于年三十 包括年夜饭吃什么 每个家都有些规矩 比如说南方的朋友要吃汤圆 我们北方的姑娘吃饺子 是不是 都是这样子 至于来了一个鳄鱼头 其实我们替大家担心的也就是两方面 第一个你鳄鱼的来源是否是养殖的 或者是野生捕牢的 第二个就是鳄鱼 它是一种普通老百姓 很少搬上餐桌的菜肴 那这个鳄鱼是否干净 它是否影响你的健康 大过年的其乐融融 如果吃鳄鱼 搞到全家人身体不舒服 我觉得得不偿失 真的 所以过年不在乎去吃什么 而是和谁吃 只要和家人在一块吃 那年夜饭才是最好吃的 好的 综艺最多条 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条 在浙江一屋 有一位小伙子特别喜欢炫富 最近啊 他就用百元大钞来点烟 这位小伙子到底是何许人言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这个拿着百元大钞的小伙子姓钱 钱莫将烧钱照片放在微信上炫耀说 哥琼的只剩下钱了 在他的手机里 还有很多炫富的照片 比如这一张 将一道路前均匀的摊开 中间放着包中华烟 而这一张手指带着钻戒 那么这个男子真的很富有吗 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民警说 钱某义乌人23岁是个贯通 因盗窃做过三次劳 2014年就作案十几起 最近一次是在商业底 他在义乌某小区 入市偷得现金三千元 手机一部 以及一张六千多元的超市处置卡 他用卡在超市买的六条高档香烟 两箱红牛饮料 1月4号 钱某在网吧被民警抓获 民警说 钱某家境贫寒 但钱某喜欢在虚拟的空间里 把自己包装成富二代 微信上他叫钱多多 而用于炫富的搏金戒指 钻戒 高档香烟和现金等 都是通了的赃物 哎呦 扫掉 少包 少包真少包 少人来说偷这个是不对 其次一点 破坏人民币 这个是罪上加罪 现在很多人喜欢在 那个人民币上写字 其实这也是违法的 也是不对 对于这种炫富 而且又罪上加罪的行为 对面的假发天团朋友们 有什么想讲的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属于那种 叫穷怕了 就估计一直蛮想自己有钱的 然后特别羡慕那种有钱人 比如平时在朋友圈 晒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我觉得他自己就是这种心态 就也很想在里面 晒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他用的这种方法 太不对了 是吧 然后就是用这个偷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很不合适 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天 我有两个糟钱了 赶紧嘚瑟一下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网上 包括手机里面 还有很多人学一些 让人非常讨厌和反感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他就拍了一个前方的路 然后自己在车里面 人不见 只是拍了方向盘 然后带一点点 哇 名牌车 然后说今天路真好走 其实他走的是山路 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红绿 只有他一辆车 就是为了秀个车标 今天天气好好 然后就是从这个车标上面 去拍那个天空 只是为了让人炫富 说有一辆几百万的豪车 他正在开着而已 然后还有一些女孩子 就是明明自己很空虚寂寞冷 然后就打开一个橱柜 然后全是某名牌贵妇产品 每一件都要上一两千块钱一瓶 然后一打开 哎呀 觉得自己穷的只剩下钱了 然后就哇 整面 差不多有几十瓶哦 丹丹那不是你吗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丹丹丹说的好玩笑 我有一个朋友 我说不提名字了 有一天忽然看到朋友圈里面 他坐在伴依着一个兰博基尼 一个不说什么颜色了吧 有那么多 一个兰博基尼说 哎呦 今天车又坏了 我看到他朋友圈了你知道吗 我回头碰到他了 我说你哪有兰博基尼啊 对 我没有兰博基尼啊 我说脚转疤坏了 旁边兰博基尼是个背景 自行车 其实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 是凭着良心讲 其实你可以有 每一个年轻人嘛 都希望得到别人的目光 和别人的认诚 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但我觉得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完成这样的事 如果说你凭着自己的钱 让你买了豪车 让你买了豪宅 是你自己努力 没有靠别人的话 这不是一个值得大家羡慕 和大家钦佩的一件事吗 但我觉得你可以换个方式 比如说我买了辆车送给我爸 我买了辆房子送给了我妈 辆房子 买了辆房子送给了我妈妈 你这又记得孝心 又是一种得到大家关注的状态 这个不才是最重要的好事吗 这是因为之前你说 你想送车给丈母爹吗 就是在眼袋 不管您的财来自于什么样的地方 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给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低调 有的时候你的这种茫然的炫富 莫名的这种高调 会让很多人感觉很厌恶 其实无论怎样的炫富 说实话都是不好的 做人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 这样才是我们做人的根本 好了 接下来时间进一段舞蹈 舞蹈之后 让我们继续接着聊 欢迎各位回来 一段精彩的舞蹈之后 让我们继续回到综艺最头条 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的有意思 最强大导的热播也让我们对自己的超能力 感觉很感兴趣 对啊 那要问一问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回复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名叫做彼得潘的童话的网友说 作为一个在上大学的吃货 最能记住的就是自己校园卡里的鱼额 还能够吃几顿带荤菜的食堂饭了 另外一名网友宇郭天晴说 只要逛过的街 所有看中的衣服鞋子包包 以及她的品牌颜色价格和所处的楼层的摆放位置 我都可以随时报出来 还有一位网友昨日恋人说 漂亮的姑娘我只要见过一次 就能够在心里默默地估摸出她的年龄 身高体重 每次都很准哦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希望各位呢都能很好的开发自己的大脑 我记得好像是爱因斯坦 她的大脑开发就很多 百分之七 百分之七 才百分之七 大科学家就这么多 相信我们平常的时候多动脑 你的脑筋会更加的活络 终于头条 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条 刮大风的日子 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 但是您经历过风大到连自己走路都困难吗 这个场景真实的在英国出现了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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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说大风好大风啊 十个人见了九个人精 对人家快板 确实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在危害到全球人类们的安全 你比如说美国经常有容远风 有暴风雪的 暴风雪 然后南美会有这样一个山体滑坡 凝石流啊等等等等 各位有经历到什么样的恶劣天气 我经历过 北方人应该都经历过 那种沙尘暴 各位你们没有见过沙尘暴什么样 我给你们讲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就好了 有一天我们那刮沙尘暴了 沙尘暴刮起来之后 你看所有屋子里面的东西 都是属于蓝颜色的 因为整个天是很黄很黄的 所以你看屋子里面都是蓝颜色 我一个同学上高中的时候 他说他要走回家去吃饭 我说算了 外面那么大的沙尘暴 你不要走回去了 他就像脑子少跟金一样 他非要走回去 等他走回来的时候 一进入全场都笑着 我们以为兵蛙涌进来 真的以为兵蛙涌进来 我没有加一点点夸张 那眼镜上什么都看不到 全部都是土 就满脸全部 就浑身上 那他认识如果也好 牛啊是闻着回来的 他真的是这样 连挖洞都没有挖 我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你真的是灰头土脸 灰 就是那种黄颜色的沙一样 全部在身上 我见过很可怕的 就是沙尘暴 我还没有见过 我听说过那种 就是国外有那种 特别有意思那种 奇怪的降雨的现象 就我们正常下雨 不就是都是水吗 它那个雨里面 会下什么青蛙呀 鱼呀 然后蛇呀之类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所谓的龙溪水 就是海上的龙卷 它在那个海面上 形成那个风柱之后 就把海里面那些东西 就全部都吸起来 然后就降到陆地上去 我觉得咱们中国怎么 反正我们内陆城市 没遇到过 要不然我就拿着盆接着 你全新鲜的海鲜 你想看 最好给你下超标 最好了 要是下一个鳄鱼 不就麻烦了吗 没什么不好的 年夜饭有条路 其实我觉得这个 风大风小 它要看 对吧 你比如说像 这个一博 这样 它给吹走了 这个风的 还不算大 因为能把我吹走这个风 才算够级别 对不对 其实那得龙卷风 把你吹走 就不是风了 是疯子 是充分 一般龙卷风 都会吹猪吹鸭 吹牛吹鸡的 然后到处飞 我很关注 第一个动物是吹什么 我刚才我们提过的 比如说 沙尘暴天气 比如说泥石流天气 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植被 大量的被破坏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做的事情 就是节能减排 少开车出门 包括今年的政策 春节 咱们鞭炮 勒令禁止 不放了 对吧 从我们做起 点点滴滴去 关心我们所处的 这样一个环境 相信会有一定的改观 和一定的改善 好了 综艺最后条 今晚到这里 就显得显得告一个段落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接下来呢 还有综艺搭却桥 单身的男女朋友们 可以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节目 拜拜 拜拜咯 男女嘉宾现场PK虎须 文字符绍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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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 李大佑为何要突然试探女嘉宾 我刚才是试探女嘉宾 看看有什么反应 还有什么反应 精彩内容 就在综艺单位介绍